你好 歡迎收看全球聊天室 我是GINO王顯瑜 晶片被譽為二十一世界的新石油 是各國重要的戰略物資 那身為半導體重鎮 台灣我們不敢講掌握了 但我們真的牽動著世界科技業的命脈 因此今年許多國外科技大廠 都派出了最大咖 來台灣參加Computex 回答黃仁勳 AMD的蘇茲峰 還有Intel的季辛格 他們都到了 那Taiwan Taiwan 是他們口中的AI之道 季辛格甚至還有一點 拍台灣馬屁的說 所謂的IT 真的就是Intel跟台灣 季辛格這個人 他這十年來的轉變 真的是不可謂不大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曾經透露說 2015年 那個時候季辛格來拜訪的時候 他對台積電的態度 其實是有點不客氣的 然後三年前 2021年 季辛格還曾經揚言說 Intel要在五年之內打敗三星 超越台積電 結果呢 現在剛從劉德英手中 接過台積電董事長 職位的魏哲嘉 他老神在在地說 台積電技術是領先同業啦 沒有對手 我們一起來看 這位準備最齊全的CEO 是如何被張忠謀 慧眼向重的 一開口總能鬥得全場哄堂大笑 台積電總裁魏哲嘉 活潑幽默 南投來的草根與真信心 在企業大老闆中鮮少見到 心直口快 處事果決 是張忠謀清點他成為接班人的原因 不過這樣有話直說的個性 也讓他有時會不小心失言 透露出台積電機密 我並不在中國的評論 因為他們說 CC你可能會有大嘴 所以我們不讓你談到什麼 他念書包括教導 雖然他沒念好了 可是究竟也學到一些東西 我是一個中文學生 一位教授給我學校 就是中文學生 分開學歷還有說溜嘴歷史 儘管魏哲嘉看似有不少缺點 但這也使他充滿人味 2009年是魏哲嘉職涯關鍵一年 張忠謀將他從研發部門 調至業務部門 魏哲嘉管理的人數 瞬間從萬人調到只有幾十個人 他心想職務轉調應該會比較輕鬆 便答應轉調 沒想到這是張忠謀培養他 成為總裁的第一步 工作只有更難 因為我想說他會比較輕鬆一點 我哪知道每個禮拜 被張川普人抓去開會 我要知道的話 我可能也要重新考慮一下 他三個主要的部門 三個主要的主動出擊的部門 他都經歷過了 CC是準備最齊全的CEO 在台積電的製造 研發業務部門全呆過 魏哲嘉完整的歷練讓張忠謀盛讚 今年台積電股東會 魏哲嘉接手劉德英董事長的職位 開始身兼二職 越做越大胃 不過他絲毫沒有傲氣 所以時常提醒自己不要被名利沖昏頭 一個好的企業為什麼會逐漸的衰弱 逐漸的走向魅亡 那麼第一步一定是CEO become arrogant 沒有一個CEO會承認這一點 但是我是引以為戒 引用Jim Collins的著作 《How the Mighty Fall》 魏哲嘉在不同場合持續強調 要積極做事 謙遜做人 因為如果坐商大位變得傲慢 就會充滿旗艦 聽不盡謙言 從前在各部門擔任管理職 魏哲嘉就持續告訴員工 要學會換位思考 客戶的抱怨就是自己進步的空間 讓客戶產品鎮魚完美 才能壯大半導體生態系 互利共生 我們這個行業 自己沒有產品 自己關起門來做事 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你一定要讓客戶成功 那麼你才有機會 抓到大魚 哪有放手的道理 台積電領先全球 做出世界第一的晶片 為了維持在業界冠軍的地位 魏哲嘉說他們的核心就是永不休息 我通常認為我如果要去接受演講 我能夠接受的就是 對台積電生意有所幫忙的 我才會去接受演講 那麼今天如果有我的客戶在 那麼就請你們多多下一點訂單 一個最後一句話 別忘了加入TSMC 每次演講都不忘記替台積電招募人才 多拉點訂單 為這家對台積電的忠誠度 無庸置疑 如今面對地緣政治 破張版圖和對手猛追 他的挑戰比從前更大 業績也都在緊盯 這位接地氣的總裁兼董事長 將會如何帶領市值超過20兆的大公司 再攀高峰 今年可以說是史上最強大的Computex 有九大科技巨頭齊聚一堂 都在台北 唯一一位女性就是半導體女王 超微半導體AMD董事長 人稱蘇媽的蘇茲峰Lisa Sue 財經雜誌每一年都會選出 全球50位最強大的女性 The most powerful women 蘇茲峰他綠綠榜上有名 同時他也以3030萬美元 整合台幣大概9億3000萬的年薪 連續五年 融登全球最高薪的女性CEO 他在2014年剛接漲超微的時候 其實公司的市值大概只有32億美元 但現在你看股價暴漲 市值已經超過2600億美元了 而且遠遠超過了半導體巨頭Intel 那這一次的台北國際電腦展 除了AI教父當然黃仁勳偶 他刮起了一波旋風 蘇茲峰的風采也不遑多讓 他除了發表開幕主題演講 也積極拜訪供應商 今天的全球聊天室 我們一起來看台灣女兒 蘇茲峰的故事 有超強好勝心的蘇茲峰出生於台灣台南 爸爸是統計學家 媽媽是會計師兼創業家 全家在蘇茲峰兩歲時移民美國 居住在紐約皇后區 蘇茲峰從學生時代就展現過人的聰穎 跳級升學 25歲便拿到麻省理工博士學位 在蘇爸爸鼓勵下蘇茲峰發揮潛能挑戰自己 不僅成為美國上市半導體公司的首位華裔女性CEO 還將公司從瀕臨破產 領導致現在許多人看好 遊戲玩家因受惠於蘇茲峰改善的產品效能 所以只要看到蘇茲峰現身 就會浮誇讚嘆韓一聲蘇瑪 當金融危機起碼08、09 AMD好像被淘汰了 當我開始為首項 我們大概有8000人 今年我們大概有25000人 所以我們有幾個人比我們還要 蘇茲峰剛接漲超微時 超微的股價只有2美元上下 但在經過蘇媽重整公司 擬定策略後 股價一飛沖天 帶領超微起死回生 市值甚至超過勁敵英特爾 產品性能和價格在市場上 具有競爭力 不讓英特爾壟斷市場 我其實想想 我可以做更好的商業決定 因為我明白技術 而有時候總理人們也不明白 精準的決策和領導能力 甚至讓蘇茲峰一度被對手挖腳 連英特爾也表達對他能力的肯定 在加入超微之前 蘇茲峰曾經在德宜 IBM服務歷練十餘年 在超微低谷時期 接任執行長 連恩師都勸退 但蘇茲峰義無反顧 事情專挑難的做 我實際上去學校 很興奮地 我決定要做 電力工程師 你問為什麼 其實因為 我認為這件最難的事 所以我最喜歡的建議 是找到世界上最困難的問題 並幫忙幫忙解決 因為這就是你自己的幸運 這就是當時人們要注意 蘇茲峰認為事情要做 就要做到領域中的數一數二 不然就不要做 這也是為什麼他堅決 不做手機處理器 而是專攻超微擅長的 大型儀器的原因 在追求推陳出新的 半導體科技業 蘇茲峰認為 精準預測和長遠規劃 是成為領域佼佼者的關鍵 你真的要做大決定 然後看未來 在接下來三至五年 什麼事情會改變 然後我們如何 可以特別掌握這些機會 把技巧沒有人可以做到 進入市場 我希望我們變得更簡單 更快 我們有非常精彩的人 他們非常精彩 他們知道要做什麼 我們作為領域 我個人的 整個AET 除了創新 果敢精準的眼光 超微在蘇茲峰的領導下 還多了矽谷難見的 亞洲謙遜文化 談吐不悲不亢 充滿自信 又同時謙虛 蘇茲峰缺粉無數 不只讓台灣人沾光 也讓半導體驗 難以忽視它的光芒 我們看完科技業最強大的女性CEO 下一段節目 鏡頭轉向南美洲 墨西哥選出了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但她將面對哪些內憂外患呢 全球到天使馬上揭曉 回到全球聊天室 剛結束的墨西哥大選 選出了參眾兩院的議員 還有總統 這場選舉創下了兩項紀錄 第一項其實相當的不光彩 這是有史以來最暴力 最血清的選舉 選前有至少 三十八名候選人 遭到槍殺身亡 這只是確定死亡的 還不包括被攻擊的 可能甚至是被淋虐的 第二個呢 就是墨西哥終於選出了 他們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總統 Claudia Sheinbaum 辛鮑姆 很多人說其實辛鮑姆 她只是現任總統 歐布拉多的傀儡 他們兩個人認識也有一陣子了 辛鮑姆也說歐布拉多是她的恩師 不過有別於歐布拉多 她靠著幾乎是有點民粹的 領袖魅力上台 辛鮑姆她是一個看數字說話的人 那這可能跟她的學界的背景很有關係 她之前在美國常春藤名校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 取得了博士學位 還曾經是一個環境科學家 也擔任過墨西哥市的市長 辛鮑姆即將領導的 是擁有1.3億人口的全球第14大經濟體 2022年墨西哥的人均GDP跟中國其實相差不遠 小說一點點而已 但其實在好幾十年前在1980年代 墨西哥的人均GDP是中國的將近10倍 那最近隨著美中貿易脫鉤 全球供應鏈洗牌 墨西哥意外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因為轉單過去了嘛 但同時呢 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問題 還有毒品芬太尼的氾濫 這些都會是辛鮑姆 她在10月上任的時候 即將必須面對的內憂外患 我看著我女兒看著我 他們說我想要成為最大的 墨西哥歷史上首位女總統誕生 曾參與過諾貝爾獎組織的新爆末 從學界跳到政治圈屢戰屢勝 然而政治路途順遂 卻無法保證她能將墨西哥 從泥腦中脫困 這是我們面對最重要的問題 安全在外面 第一次介紹的策略 是在外面的安全在外面 如果這策略是法律 我現在會把外面的安全 快點解決 墨西哥非法移民湧入美國 造成美國問題四起 墨西哥過去跟拜登政府積極談判 也在今年4月發布共同聲明 要合作遏止非法過境的線上 外界認為新爆姆上任後 會延續前任總統美墨合作的政策 不過假如年底是川普當選 變數就更多了 我認為它會很好的 即使是拜登或川普贏 我們跟美國美國共同的經濟 我們今天是最主要的商業 而這會令我們要有好的關係 無論今年底誰選上美國總統 邊界非法移民的問題 終究要回歸到墨西哥的經濟 與暴力困境 許多墨西哥人挺而走險 非法入境美國 為的是養家活口 新爆姆了解他們的處境 提出政見發展100個產業園區 以及吸引中國工廠來墨西哥設廠 新爆姆想讓更多人留在國內就業 降低偷渡美國人數 另一群移民則是希望逃離幫派暴力 新爆姆擔任墨西哥市市長期間 大局掃黑 當上總統將有望大規模掃檔各地幫派 掃黑掃毒一起來 在新爆姆任內 墨西哥市2022年破獲創紀錄的毒品量 有這樣的戰果 要歸功與美國執法部門聯手合作 國際社會看好 新爆姆的當選有助於跨國間的掃毒行動 從那時候 美國成為了 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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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墨西哥 現在 美國人數18至49歲 死了墨西哥 比墨西哥更多的原因 美國墨西哥藥物濫用 造成每年超過10萬人死亡 墨西哥竟然也是幫兇 中國提供墨西哥原料給墨西哥 墨西哥在製成藥品 運送到美國 毒害升級成了國際問題 最後 美墨中談妥 將共同處理芬泰尼的非法供應 在這個議題上 美墨中三國可以攜手合作 但貿易上 墨西哥夾在美中之間的尷尬位子 當我們建造了美墨西哥的計劃 我們只會認為是美墨西哥的市場 和其他國家的市場 並不太考慮美墨西哥的市場 他們確實在準備 美墨市場 等待正確的時間 美墨西哥和英國 預約一個利益的市場 他們必須進入 中國車廠比亞迪決定選在墨西哥建造工廠 雖然他們嘴上說不是為了進入美國市場 但分析師認為 此舉是中國在鑽美墨加協議的漏洞 所以中國可能藉由在墨西哥蓋工廠 逃避美中貿易戰的高關稅 另一方面 就是美國的近距離 和法案 也許對中國和美國的戰略 在美墨西哥有投資 所以我們想讓這個投資 讓我們國家的投資 更加進入 美中對產品進口 與關稅問題吵個不停 與此同時 墨西哥卻默默成為 全球供應鏈變局的受惠者 政府要取決 我們必須取決 把抵抗的壓力 由於那些決定 被取決 治理國家不能僅有紙上談兵 新帽姆上任 無疑將面對各種挑戰 墨西哥的經濟 造語 國際關係 都在等待它意義拆彈 英文有一個單字叫Propaganda 意思是宣傳 不過這個宣傳指的不是 好比說某某公司 推出新產品 要去宣傳行銷 不是那種 Propaganda指的是大規模 得帶政治風向的行為 過去十幾年來 南韓人權團體跟脫北者 會不定時朝著北韓的方向 施放氣球 這些氣球的包裹裡面 裝著 還不是說批評 金正恩的文宣 藥品 或者是食物 或者是裝著 K-POP 音樂的隨身碟 但是南韓這樣子的Propaganda 讓北韓政府 非常的美頌 最近金正恩她妹 綽號北韓公主的金宇正 決定要來個以牙還牙了 只不過金宇正 她的手段更髒 她讓平壤政府朝著南韓 施放了上千顆 裡面裝滿了各種垃圾 跟排泄物的便便氣球 上演了史的迫降 那外媒也因此發明了一個新名詞 Poopaganda 當然就是便便嘛 用Poopaganda 來形容北韓這種有夠低俗的報復手法 而且除了發射氣球以外 北韓還使出了干擾 GPS 電波以及試射飛彈等 各式各樣挑釁手段 種種行為 都讓南韓政府說夠了 6月4日他們宣布 終止919軍事協議 直到南北韓恢復戶性為止 空中飄的 還有樹上掛的白色氣球 都是北韓送給南韓的大禮 空中飄的 還有樹上掛的白色氣球 都是北韓送給南韓的大禮 現在的關聯機関 正確分析中 現在還沒有發現 化生棒的污染物質 北韓朝著南韓方向 發射了上百顆便便氣球 這些氣球裡 裝著各式各樣的 垃圾和排泄物 甚至連結計時器和引爆裝置 讓南韓民眾忍心惶惶 很可憐 飛彈可能會掉了 因為北韓可能有一個特定的攻擊 當時所有人都很害怕 我問一下 如果不是只有污染物質 還是毒物質 南韓軍方怒斥 北韓的行為低級 但是北韓公主金魚正反嗆 他們只是以牙還牙 因為南韓不時會有民間團體 向北韓施放 加帶傳單和寒流音樂的正宣氣球 北韓也要讓南韓人知道 空飄垃圾有多惱人 投放完氣球 北韓更罕見大規模發射飛彈 數十枚短程彈道飛彈 同時朝著日本海方向發射 北韓官媒在五月底釋出這段演習影片 配上氣勢磅礴的音樂 大秀軍事實力的同時 也在向南韓寄出警告 影片裡也可以看到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坐鎮督導演習的身影 金正恩在鏡頭前笑開懷 顯然對北韓軍舞表現非常滿意 而在民間商店裡 也能感受到這份自豪感 我們在商店裡 包括花生鋪的模樣 各種不同的 新種類型的風格奏感 我們準備了 貨架上 陈列著洲際彈道飛彈 火星17型的造型煙火 甚至兒童遊戲區的布景 也和這款彈道飛彈相關 北韓人的生活環境裡 值得關注的景象變化 還有這個 從建築外牆到教室裡 金正恩的肖像 和兩位前領導人一起並列 外界分析 這象徵著金正恩準備好 要開啟屬於自己的時代 除了隨處可見的肖像照 北韓官媒還為金正恩打造 超洗腦的形象曲 輕快的音樂節奏 還有音樂錄影代理 民眾開心的笑容和肢體舞動 再再營造出北韓在金正恩領導下 一片欣欣向榮的氛圍 影片裡還不時穿插 金正恩受民眾擁戴 或是他親切和人民互動的片段 每個鏡頭都是經過 刻意打造 意圖強化金正恩 在北韓人心中的衝高地位 這種形象曲 不只在大內宣上發揮作用 洗腦的音樂旋律更在多個社群平台上爆紅 歌詞內容不斷吹捧金正恩 這可踩到了南韓政府的紅線 南韓政府的紅線 南韓政府有關於心理性的戰略 它說這首歌 會對國家的國際安全法 為了唯獨北韓這首統戰曲 南韓通訊委員會在五月下令全面進播 隨著南韓間的敵意升溫 未來類似的過招只會越加頻繁 南北韓的氣球宣傳戰 真的是讓國際社會瞠目結舌 下段節目全球到天視 要和您一起來看地球表面規模 第二大的投票活動 歐洲議會選舉 馬上回來 好 回到全球到天視 僅次於印度的地球表面第二大選舉 一共二十七國公民 大約三點七億人參與的歐洲議會選舉 他已經登場了 時間是六月六號到六月九號 歐盟我們稍微來科普一下 他有三大算是管理機構嗎 歐盟理事會 歐盟執委會 還有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 他是立法監督預算跟諮詢的機構 也是唯一由公民直選的歐盟機構 總共要選出七百多個 七百二十名議員 那席次是依據成員國人數的多寡 來決定的 好不說最多當然就德國嘛 九十六席盧森寶 比較可憐一點 只有六席 這七百二十名議員要負責審核 由歐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所提出的法案跟預算 同時也必須要跟歐盟理事會一起合作 處理包括經濟啦 就業啦交通農漁業還有環境 各式各樣的議題 這一次的歐洲議會選舉 最多人關注的議題就是移民 這幾年來保守的反移民的極端右翼勢力 在歐洲崛起 甚至出現了一起又一起的族群仇恨 引發的暴力衝突 歐洲示威群眾高喊要移民滾出去 從2015年開始 敘利亞內戰引爆難民潮 大量人口湧入歐洲 引發當地反彈盛浪 陷入僵局的無二戰爭 讓情況更加惡化 德國仍然是開放的 這就是在歐洲的歐洲 這還在歐洲的歐洲 這還在歐洲的歐洲 這還在歐洲歐洲的歐洲 還在歐洲歐洲歐洲的歐洲 完整的人權保障 一直是歐洲吸引移民的主因 歐盟的深耕區甚至規定 若有非法移民進入 他們踏上的第一個深耕國家 就必須提供庇護優先接待 但龐大的社會和財政壓力 引發義大利 匈牙利 波蘭 芬蘭等 邊境國家不滿 難民問題讓歐盟的治理能力 備受質疑 原本想發揮人道精神 填補勞力缺口 卻適得其犯 越來越多人不再相信 開放和團結可以帶來福祉 反對移民的保守右翼勢力崛起 族群間的裂痕也越來越明顯 大多數人要不承諾 我們要保持安全 我們想要擁有保守秩庇護 要保守秩庇護 和保守政權 要保守秩庇護 他們要保守秩庇護 我們不想和開的網絡 這些國家 努力 在自己的民間 對自己的主要 對自己的主要 是英國人的利益 許多歐洲人擔心 多元和民主價值被動搖 開始呼籲社會 阻擋極端主義的蔓延 歐盟 歐盟 我們需要整個國家 我們要戰爭 我們要戰爭 AFT是一個民主主義 我們要戰爭 所以我來 我們要戰爭 我們要戰爭 我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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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已經白髮蒼蒼 手持拐杖 這群德國阿嬤一樣走上街頭 要和極右翼勢力抗戰到底 因為歐洲的分歧 不只是立場問題 更關係到區域的發展與穩定 專家擔心 二方發動戰爭引發難民潮 還故意讓他國難民 從俄羅斯入境歐盟 造成歐洲巨大負擔 就是要破壞局勢穩定 歐洲除了移民政策的內憂 現在又面臨來自俄羅斯的 巨大外患 除了層出不窮的資訊戰和特工案 烏惡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 也在威脅著歐洲的綠色轉型 這就看起來了 超過80%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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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女性的制裁 由於政治人物大力反對歐盟綠色政策 批評歐盟職委會對溫室氣體排放的限制 嚴重衝擊歐洲經濟和農業 我們看到了自俄維俄法 進入隱藏 這就是指定的 我們看到任何自俄維俄的政策 目前正面對抗爭的強迫 我們沒有很多重視 我們沒有很多政策 而這可能會有更多的政策 在經濟和移民問題夾沙下 尊重多元開放共榮的歐洲價值 面臨挑戰 由於政黨聲勢則水漲船高 他們還在國際議題上和其他黨派合作 合縱連橫爭取支持 間接穩固自己的地位 Georgia Maloney has been governing Italy since 2022 Internationally, she portrays a more moderate stance showing support for NATO and Ukraine Critics say it's a different matter when it comes to domestic affairs She abolished the citizens' benefits outlawed surrogate motherhood and led campaigns against journalists and intellectuals 德國、義大利、法國這些歐盟重要成員 近年都逐漸向右轉 民意的鐘擺這次會持續支持改革 還是倒向保守 此刻的歐洲正站在抉擇的十字路口 民主制度一人一票 幫歐洲議會選出七百二十零億元 那這七百多個席次 其實就是按照會員國的人口數 按照大小來分配的 因此最人多勢眾的當然就是德國嘛 人口之餘我們也來看一下經濟實力好了 德國它佔歐盟GDP總額的大約四分之一 是歐盟最大的經濟體 也因此有歐盟火車頭這樣子的稱號 但是中國崛起 還有全球產業結構轉型以及能源危機 當然還有上一次專題 我們討論到的移民問題 每一個問題都向一個又一個的重拳 打在德國的身上 再加上作為算是老二的法國 這幾年展現出了想要彎道超車的野望 都讓德國的領導地位備受威脅 五月底的時候馬克宏他前往柏林 這是法國總統時隔二十四年 終於再一次到德國進行國事訪問 這一次會面的一大重點 就是對烏俄戰爭明確表態 兩國會站在同一陣線 同意烏克蘭使用西方的武器 打擊俄羅斯境內的軍事目標 法國總統馬克宏與德國總理肖茲 一同在胡兵散步 全球媒體跟緊緊 這是睽違二十四年 法國總統首次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 要在烏俄戰火蔓延時 展現歐洲團結精神 德法之間長期存在 禁合關係 而經歷英國脫歐 新冠疫情中美博弈 時隔五年 再度迎來關鍵的 歐洲議會大選 兩國政經實力出現 德國前總理梅克爾 2021年卸任劃下了一個時代的據點 肖茲接任馬上引來變局 吳俄戰爭點燃了德國的能源焦慮 德國經濟高度仰賴工業與出口 面對二方切斷天然氣管線 引爆能源危機 衝擊民生和產業 與中國的緊密貿易關係 又和歐盟積極推動的 區域風險化相抵觸 重重考驗都在耗損 這個歐盟火車頭 德法在經濟和產業轉型上 存在分歧 對國際強權的立場也不同掉 德國追求穩健 法國積極創新 但面對地緣政治緊張持續升溫 兩大巨頭也不得不站出來表現合作 歐洲領袖們都擔心烏惡戰火燒到家門口 極力呼籲各國團結防堵 但名槍一黨 案件卻難防 俄國和中國的手 恐怕早已經神進歐洲 德國極右翼歐洲議會議員的助理 被指控為中國提供請資 歐洲跌影床床 國安危機迫在眉睫 但即便飽受批評 右翼勢力依舊日漸壯大 歐洲的政治紛擾與經濟困頓 成了中俄見縫插陣的機會 日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歐會見匈牙利領袖 利用金錢攻勢要強化彼此關係 專家分析 此舉是為了制衡法國等歐盟巨頭的傾銷調查 英文貴,譬如說,是一個很重要的 帖國的方式 為中國 當時提供到英國 他们必要恼心障礼 Lock, obstruct or even delay some of those probes Hungary is the last remaining European nation that's a member of the BRI and in light of the growing volat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border any attemp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become an active player of the global stage would not be successful without a successful enlargement because Europe has to secure its frontiers 和隔壁與隔壁有更重要的關係 歐洲當前的情況 表面上是高盧雄姬與德意志黑鷹的爭鋒 其實背後蘊藏的是一場激進改革 與保守穩健之間的疾變 面對右翼勢力崛起 中美俄霸權競爭 歐洲如何走出自己的路 將牽動全球勢力平衡 看完德國跟法國各自分歧 聯手對抗俄羅斯 下段節目我們去北美洲看一下好了 通膨有多嚴重呢 漢堡比十年前貴了整整一倍 讓美國人大喊 真的是吃不消 好 回到全球勞天室 通膨居高不下 什麼都變貴了 不少美國人抱怨 連他們的平民美食漢堡 都快要吃不起了 我們來看一下 最新公布的數據好了 全球素食龍頭 麥當勞的售價在過去十年飆漲了超過一倍 這樣的幅度成為全美國素食店之冠 已經超過漢堡王 也超過subway了 也比美國全國同期的通膨率高出了三倍 以我們來看實際案例好了 麥當勞的雙層起司漢堡為例 它的漲幅是最可觀的 高達百分之一百六十八 一六八怎麼樣的概念 一個double cheeseburger 在二零一四年原本只要一點一九美元 現在呢 sorry 一點一九在這邊 現在漲到了三點一九美元 那其他薯條其實還有奶昔啦 雞塊沒有一項是不漲的 美國餐飲顧問公司調查發現 平價素食漲價 其實會讓很多低收入的民眾 沒辦法就只能夠勒緊褲帶 能不吃就不吃 很大和好吃 但只要一元 你做了你的事 二十二年前主打一美元 大約台幣三十塊就能吃到美味漢堡 但價格清明的素食餐點 現在卻變得不再評價 美國通膨嚴重 這波衝擊明顯反映在食物價格上 民眾無奈喊素食餐點根本吃不起 全美約有四分之一收入較低 一年賺不到五萬美元的民眾 紛紛減少到素食店用餐 因為荷包縮水 菜單價格又漲不停 只好能不吃就不吃 我們看到很多困難 或可能性化的改變 是50K以下的食物 所以你低下的食物 只能不夠花費力量 連鎖素食價格飆升 因為各種成本都在漲 過去十年素食的平均菜單價格 都上漲超過39% 墮達13家著名連鎖店 價格平均升幅更高達60% 其中麥當勞漲最兇 2022到2023年 麥當勞食材和包裝成本上漲大約11% 省力成本上升速度更是快 外媒分析劳動成本的問題在加州最為明顯 加州在4月開跑全新最低實行法案 確立員工每小時20美元的最低工資 和過往的16美元相比 涨幅不小 也掀起素食行业的联谊效应 纷纷预先调涨价格 各种成本全反映在售价上 全美素食连锁店在今年第一季 平均结账金额 大约为18美元 年增4.5% 顾客流量虽然减少 但依价格上涨 整体营收没受到影响 不过特别是麦当劳 菜单价格涨幅最大 2024第一季的销售增长率 已经招不出漂亮成绩单 我们必须在利益价格上 在利益价格上 这就是每天有良好 预充价格的价格 在市场上 我们在市场上 我们在市场上 市场上上升 但是在某些市场上 我们仍然有机会 加强我们的想法 你还不认为我会再次买 双克斯 我还 Không想过来 麦当的时候 太高高了 雖然最夯的投資產品 除了AI概念股之外 應該肯定就是抗通膨的黃金了吧 五月份金價有史以來 第一次飆破兩千四百美元 再創歷史新高 而且還不只這樣子 很多分析師看好金價會繼續往上飆 之後可能會飆破這裡三千美元大關 黃金越來越貴 買氣卻也越來越旺 就連Y世代跟Z世代 也都加入這一波韜金潮 從中國的小金豆 一個小金豆它也不用花很多錢 然後慢慢地攒得越來越多了 到南韓的黃金自動販賣機 在這個超市裡面經常看到 賣大金條的自動販售機 還有美國好事多靠著販售金條 取得亮眼營收 科斯科正在一月 receive the Award 下某材料賣到這個買下alı card 插在過隻賣碼上 劈劈了besang 這個賤金多花 Magic 劈牽強的市場需求 帶起一波又一波 金光閃閃的商機 特別是 Y世代和 Z 世代的這麼喜歡 人喜歡鎖定黃金投資 一直以来黄金豆被投资人视为能避嫌保值的商品 以淘金买气畅旺的中国来说 在房市股市变化大的情况下 年轻人选择购买黄金作为资本避风港 可能平常出去买一件小衣服是一顿饭的价位 所以我觉得目前当下的话还是值得 就是一个理财投资还是蛮好的 小资青年们没有多余闲钱 入手门槛低的金豆或是客数较低的黄金产品 就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投资首选 它可以作为一些礼物 在一些节假日的时候赠送出去也有一些纪念的意义 然后当然另一方面如果说你想作为理财以后 想要把这个黄金卖出去也是有很大的升值的空间的 从2022年以来金豆话题在中国社群网站掀起讨论 珠宝商也不断推商品抢商机 除了民间有淘金热 中国央行也是国际黄金市场最大买家 中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推升国际金架率创新高 各国民众抢购黄金的热度确实有增无减 民众会选择买黄金 另一个重要考量和地缘政治冲突有关 我认为地缘政治冲突有关 我认为地缘政治主要是非常强烈的 我们看到很多地缘政治主要的安全地购买 有学生的研究证明示 金融资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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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投资风险 金架涨势短期内恐怕还不会有停歇迹迹象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聊天室 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为您搜集来自全球的焦点话题 我是Gina王显瑜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